搜狐娱乐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庚 这代表主演了,主演的第一部电影 对,主演的第一部电影了 那你当时是感觉的怎么样 其实这部电影要比建党要提前去接触的 第一个接触的本子 因为之前也看过很多的剧本嘛 差不多看了有将近七十部剧本 之后挑的是大舞声 所以当时我看了大舞声那个剧本的时候 我感觉他的故事啊,人物都特别吸引我 不管是他的京剧啊 还是他的整个的一个故事 就挺吸引我的 就我挺,还挺期待这部电影的 那当时是,就是因为是两个男主角嘛 就是他是告诉你你要演哪一个 还是说就让你看这个剧本 刚开始让我看 反正之后说呢 觉得我更适合这个师弟,孟二回 所以我看了这个孟二回这个角色之后 我看的故事我也挺喜欢的 所以,就是那个,就是演了这个孟二回 因为你这个戏本身在上海电影 做活动的时候 就,反正我被你的粉丝的热情 给听听到了 就没有想到就是粉丝可以做到这一步 那现在很多人都在说 这部电影很多 它到底最后能卖怎么样 是要看你和吴尊的粉丝是不是 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的 就好多现在以什么偶像明星为粉丝 为票房这个基础这样说法 我觉得我是不怎么赞同的 其实电影呢 大多数也是给粉丝还是占一小部分 那大多部分还是观众喜欢愿意看的电影的一些 观众爱好电影的 所以粉丝呢 只是一个支持自己喜欢的偶像啊 去为偶像多做一些东西啊 其实这是一个小部分 并不能说粉丝就能代表票房 就能代表艺人的票房 我觉得我是不怎么赞同 我也不希望说 让电影公司 电影宣传啊 电影公司的投资方 去拿粉丝去赚钱 我也不赞同这样 我觉得要做电影 就做一个好的电影 大家去认可的 不光是粉丝 就是大家群众都喜欢的一部电影 但是你有看到粉丝的 他们的组 就是他们组织的计划吗 就我去看了一下 我当时都震惊 对我也觉得他们真的挺厉害的 就是他们都是很自发的去做 做一些 以自己的角度去做一些 自己能做的宣传 就比我们想的还要做到 不管是做一些应援的一些 视频啊 还是做一些等等 就比我们想的还做到 我觉得挺感谢他们的 但其实很多时候 我看那些会有争执 就是说觉得你和 你觉得两个男主角之间 会有一个比较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去 我自己没把这当回事了 就比较 那是外人来去看嘛 有的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 对 说这个说那 就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但我们自己私下呢 去工作呀 或者我们俩呢 去交情啊 觉得是没有 没有任何 别人影响啊 这样 工作就工作 我们俩确实是 确实有关系很好 这样 那去比较 我觉得在工作上面去比较 我觉得是一件好的事情 尤其是在拍戏 那两个人对戏 一层一层这样的去比较 我觉得能把这个工作 能做得更好一些 看有的人对这个比较啊 是一个很不好的 一个角度去看 但有的人我觉得 用比较呢 是一个好的方面去看 那其实相比较而言 就像你们这样 就两个比较年轻的男演员 主打的一个电影 其实现在还蛮少 跟你们的中国来说 那你和吴尊 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是互相觉得 有压力啊 或者什么 其实没什么 有太大的压力 我是有一些压力 因为这是我第一部片 对 第一部主演的片 那大家也没有去 真正在云屏上 看过我演过戏啊 或者呢 一直都在舞台上 跟大家见面 那我跟吴尊去 做这部戏呢 主要就是想把这个戏 电影拍好 把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任务做好就好了 那其他的呢 就在看上映以后 看大家怎么去评论 怎么去看 不可能 我觉得是 在电影方面 还有一个新的突破 我觉得小松哥的突破 也挺大 嗯 对 就是说呢 这个电影 其实一路以来 就让人觉得 还蛮多话题的 就是导演 那什么 然后 太沉了 对对 你说 背 然后 你觉得又宣伏 太好失忆 然后 你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我觉得都是好的事情 怎么会是好事呢 嗯 第一个是大一次嘛 大一次结婚 我觉得是挺好的事情 那小松哥呢 也通过这个事情 我觉得小松哥 肯定会有一个 嗯 不管是对艺术 对自己认识 肯定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对 再说 我觉得 嗯 我很喜欢小松哥的态度 嗯 后来 你有没有办法联系到他 嗯 其实 这个 这个 就 哈哈 他跟我拿对讲机 说过话的 开玩笑 哈哈 就后来感觉 在跟着你和 吴军几川 就带着你 那是 宝金宝大师了吗 对 那这个司机 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 可能比较大 我认识 他一般是大陆生嘛 需要一些文系 你在拍这个 前期是不是也准备了 很长时间 对 拍这期前期呢 有两个多月 在学习 京剧 嗯 学一些刀啊 枪啊 身段啊 还有走边啊 等等 这些京剧的东西 那 嗯 提前了 我们也提前半个多月 到了剧组 那之前呢 洪大哥已经提前 很长时间到剧组 把所有的分镜头啊 全自己拿地位排 自己剪出来的 所以他知道每一个 环节每一个怎么去练 所以我们到了之后 就开始我们一起练功 那你之前其实是有一些 舞蹈技术的 这个是不是给你去演 这种剧会好一点 我觉得挺有帮助的 嗯 因为它的协调性啊 柔润性啊 还有反应能力啊 这些 就挺有帮助的 那之前也练过一些 翻腾的动作啊 我们上学的时候 广的叫武功课 也叫毯子功 就天天翻 后功翻 前功翻 前功翻 就这样 其实跟京剧 也有点像 因为只要我们翻腾的 也是京剧老师 那我们学的 不光是学民族舞 还有古典舞 也是从京剧 来演变过来的 一种艺术 嗯 那京剧舞生 是一个特别 吃苦的行动 嗯 就是 而且 从以前来说 就也挺难 挺难出来的 其实 对 你自己演的时候 你是什么感觉 自己演的时候 因为刚开始的 落差很大 我刚开始 在剧中演的时候 只是一个 小孩子在学习京剧的 一段一段 一个那种 从乡下来的 到上海 穿得很土的那样 到最后 直接就 我们就成了 这个整个上海 它的一个角 嗯 那个时候 就能感觉到 在那个时代 角 那种角 那种成那个 戏子是什么样子的 感觉 也挺好玩 嗯 但那个年代的人 就角被追捧 其实跟现在 粉丝追星 你也差不多 我觉得也差不多 就是不一样的说 在那个时代 是更纯粹一些 更简单一些 那对自己 是有一个信仰的 对 那就是信仰是什么 就是他们 他们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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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 嗯 戏子啊 还有他五生的一个信仰 嗯 他们就其实生活 是很简单的 你就 那天我是 跟小松哥 刚开始聊 聊这个剧本的时候 看完这个剧本就说 我这整个人物都极其简单 脑子极其单纯 是 反正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 跟现在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就像 你这么年轻的人 想进入一个 新剧的那个环境 嗯 就是 戏航的那种环境 应该是挺难的一件事 因为之前你有接触吗 之前没有接触 我就不感兴趣 再追星剧 就为了接了这部 这部电影 所以之前我做了好多 好多的功课 完去看一些戏啊 就看那个 比如说三叉口啊 挑花车啊 武松啊 武松打火啊 这些经剧 完之前还再去 跟老师去学 就慢慢去了解了一下 完那老师也会教我说 平时大午生活是什么样 是什么样一个状态 不管是喝水啊 坐着站着 走路说话都不一样 所以在那一点一点 我就去看 对 后来有兴趣吗 后来有兴趣了 我觉得还挺 挺微妙的 就是你说的这个状态 我本身是学兴趣的 就是我认识很多 那些武士 他自己开始生活非常严谨的 是吗 就是每天要练多少个小时的勾 这个不能吃 这个不能吃 他们有在这个拍戏的期间 要求吗 那没有 只要你在镜头面前 像个五声就好了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刚刚五声说话的那种 腔调啊 还有阴阳顿错啊 还有那种架势啊 就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很多人知道 你上次的电影的时候 都挺吃惊的 因为觉得以你的条件 可能 第一部主演的电影 我选一部 偶像剧 对 偶像剧 青根写会更 拿手一些 你自己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不一定嘛 只要我喜欢剧本 我都去演 有可能在偶像剧里边 我有可能 更严谨一些 除非故事特别的好 那我一般不会去 尽量去拍偶像剧了 因为我自己都几乎都很少 去看偶像剧 我觉得挺磨叽 所以我就想要有特别好的故事 我愿意去看 那是不是这一部 你的片子找到你的最多 也有挺多的 就现代的一些偶像剧的剧本 那你去 你刚才说 挑了有七十多个剧本吗 就你去考量一个 剧的好 只要决定 只要看我喜不喜欢 就我要喜欢这个剧本 这个故事 故事精彩 能够吸引我 那我就 我就会去尝试 那如果这个人物里边 要学很多东西的话 那我会为这个人物 去学更多的东西 我喜欢这样 那有可能我接这部剧之前 我有可能一两个月 都投入在这个剧本里 去怎么去 去看剧本 把这个人物 该学的东西 我都要去学 我前期要做准备 我希望是这样 这样 投入进去 才能把这部电影 都做好 但 其实来说 就是说 很多人会觉得 你可能 更多的是 一个歌手的声音 就觉得 电影这个歌 还是刚开始尝试吗 那其实 挑这种剧 还是挺高难度的 我喜欢挑战 我喜欢挑战 关键是这个剧本 如果我要不接的话 这角色 我觉得挺可惜的 所以我尽量尽自己努力 去把这个人物去塑造 塑造好 我不知道大家 有可能看完 有可能 有喜欢有不喜欢 但是我去努力去做 那班底是你考虑的 特别多的一个因素 因为这个剧本 是作为志士老师做的 也算国内第一编 其实剧本是一方面 那还有就是 武器 因为本来我就挺喜欢 动作戏 所以这次 其实洪大哥也来 去做 无数导演 所以特别感兴趣 想去尝试 其实你 你有考虑很多 包括像 天剧是谁 白脸是谁 对手戏是谁 这些东西 没有 刚开始没有考虑 因为这个剧本太好了 真的 你觉得他是怎么样 其实也没怎么说 直接给我打电话 说那个 把剧本 有一个剧本 挺好的 特别好看 说特别特别好看 那你看一下 我说好 他就发到我邮箱里面 他邮箱 我看完之后 我就觉得挺好 完全开始 跟他去聊 一些剧本的事情 你之前就认识他吗 之前就认识 之前本来要去 要合作另外一个电影 是歌舞剧的 但是 反正就好像 也因为什么 小松哥和我 也没有合作成 反正就这次 就合作了 那 那 就是说 第二次 你考虑是一个歌舞剧 是吗 没考虑 只是让我看一下 我看完之后 我说 剧本呢 我觉得应该再好一点 我要再去看一下 就没有合作成 有很多因素吧 就没有合作成 那这个剧本 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 我觉得这个整个故事 不像是 像以前的那样的故事 就是看前面 你后面的东西就 就自己知道什么结果了 但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是 嗯 亲情 感情 爱情 所有都融入在里面 尤其这个角色 孟尔回的角色 所以是 有很多的 结果和结局 是意想不到的 就 以你来说 你就觉得 就是这个剧本 中间 我听你说 感觉是 这个人物的一个成长史 嗯 像是一个 嗯 像是一个成长史 一段经历 那对于你来说 你觉得 中间哪一个 年龄段比较难 或者哪一个阶段比较难 嗯 刚开始还好 到说要去 复仇 要去报仇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 遇见了 大S 对大S那种感情 那一段是 觉得是比较难的 因为那一段的心情啊 感觉是极其 复杂 和纠结的那样 对 就这种感情 可能也是 你在现在 这一笔年龄 很难会碰到的 那种感情吗 应该很难碰到 对 那你 报仇我觉得 现在应该没有了 哈哈 那你是怎么去体会的 我就看了很多剧本 有时间我就看了剧本 有时间看了剧本 就就看 把这个孟二奎 这个角色就住在心里了 像小松哥 有时候说 你们俩 这个角色 跟你的性格有点像 就是说背景不同 经历不同 那你就天天想 你的经历 就是孟二奎经历 你就天天想 就这样 嗯 就是自我催眠 是吗 对 那你后来出戏容易吗 出戏还好吧 嗯 很像好 就是也没有 拿着那个劲儿 就出来了是吗 嗯 反正也没 对 在生活中还是这样 其实挺像的 跟莫尔奎 觉得也挺像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挑战 对 就你指的笑是哪一方面 你觉得 性格 性格 性格在哪一个点最像 比如说他不是很爱说话啊 就闷闷的 就所有的事情 都不会从嘴边里说出来 都是住在心里面 那这种角色 不是 其实挺难去表现的 因为你什么 其实都是要靠表情啊 什么事情 嗯 所以就更多的 其实莫尔奎 的 台词也很少 嗯 所以大部分都是 表情啊 神态啊 这样 所以你是不是会觉得 就是说 哦 少背点台词也还蛮好的 我觉得也挺好的 更轻松一些 但也不容易啊 但那个时候就 心里的潜台词有很多 你几乎有一场戏 你的心里潜台词 你就能把这个剧本 你得重新再捋一遍 捋一遍 所以才能住在这个心里 心里潜台词 嗯 那其实特别做人会关心 你以后 更多的会把重点放在哪一方面 嗯 因为在国内来说 就现在普遍来说 觉得能唱片也不是特别好 嗯 很多的歌手 会跑过来演电影了 那你觉得你自己现在 更大的兴趣点 和未来的主要方法 会在做 我都会去做吧 那唱片也都说不好 那我就 那我也做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一方面 那毕竟从小12岁13岁去跳舞 那不想把这个 现在这么年轻 不想把这个精力 就放弃掉 所以还想在舞台上 给大家一个真实的一个韩哥 给大家看韩哥在舞台上什么样子 给大家看韩哥的态度 看很炫的舞蹈 很炫的一个舞台演出 很希望是这样 那演戏呢 是一直都是我 在上学的时候 都是我一个愿望 一个梦想 当个演员 那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那正好这个大舞传就实现了 我这梦想第一步 那我希望以后能更多 拍一些更多的一些优秀的作品 那其实你自己平时喜欢看电影 我也特别喜欢看电影 你有什么角色 比如说你看到就特别想去演 或者有什么导演是特别喜欢 想跟他合作 现在真的没想那么多 对啊 不会想那么多 就还是看剧本 现在手上有很多人在腰晕 也会有 就目前来说 有看到什么 心仪的本集吗 现在还在 都在看 对 一个一个在看 那这个戏对你来说 你觉得现在 到了这个阶段 你觉得最大的压力在哪 你说这部戏吗 对 到了现在 这个阶段 就马上要上一个 我觉得 还想去再接一部好的作品吗 想把这个 电影当演员这个目想 能实现得更好一点 对啊 要不做就不做 要做就做好 所以还有这段时间 也是为了准备 第二张专辑 一直在筹备了 也是压力比较大 就是 所以你现在来做宣传 就是要 在唱片和这个电影的宣传 两门跑 两门跑 没有啊 你这边要唱歌 你这边还要演戏 没有办法 就做双子你自己还是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每天特别充实 每天门闲的时候也挺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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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